丧尸不要人 反而改吃素 并且还能让人烦恼环童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话说在大山深处 有这么一户民风春朴的人家 他们经营着一个驾驭站 那表面上看起来是个驾驭站 但其实 他们真正经营的是 以炸台 拖车 维修 宰客 四为一体的一条龙服务 低属雄乡屁壤 他们并不知道 城里爆发了丧尸 一个落单的丧尸 就来到了他们村里 那饿了好几十天 终于看见俩火炎了 因为他是新手上司 业务并不熟练 不仅被大妈调戏 还被小孩戏耍 人类果然还是太聪明 上司又把目标 转移到了一只可爱的狗狗身上 就决定是你了 上司被狗子撵得生无可恋 正巧遇到了半路上的小妹 她朝着小妹扑去 结果 啊 啊 这时候狗子再次追了上来 二人停止了对视 开始逃跑 突然又遇到了在城里回来的老二 老二也不知道啥情况 反正跟着跑就对了 跑着跑着 小妹左脚搬右脚 来了个平地摔 这时候老大突然出现 直接开车给上司装飞了 兄妹三人当时就有点慌了 难不成装死人了 没想到上司站起来了 对着他们妈妈的联系就走了 估计是说我他妈让狗点就算了 你还开车撞我 多损呢 到处都找不到吃的 上司饿得没点了 跑到公车里啃车子来了 正巧被老王头看见了 哪个劈出来的给他一顿怼啊 这上司也是人无可认 上去抱着老王头一顿啃 啃破了他的头皮 在于院回来的老王头发誓 如果找到这小的肯定会咬回去 他不知道 这句话在不久之后成为了现实 到了晚上 上司竟然溜进了他们家的仓库 也不知道是饿疯了 还是觉得人类太凶猛 他改吃素了 抱个大头才一顿啃 老王头一看 这不啃我那小子吗 抄起铁锹就要上去和他拼命 老大怕爸爸吃亏啊 上来就是一脚飞踢 直接给他踢到了桥上的钢银上 整个身体都给穿透了 这回他们吓坏了 认为老大杀瘾了 没想到上司啥事没有 这让他们更害怕了 急忙跑出了仓库 更觉得是老二 他一眼就看出来 他不是人 这个上司片里的人 竟然看过上司片 老二直接拿出复战型给家人看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梦幻联动 很快这家人就意识到 被上司咬过的人 也会变成上司 那么就对不住了老爸 一家人把老王头锁进了房车里 老二拿出了上司生存手势 上面表明了 老爸的状态 就叫潜伏期 一家人正在犹豫 要不要在老爸编医之间杀掉他 但是他们不知道 老王头已经逃出来了 并且上了饭桌开始吃饭 这家人是万分紧张啊 老王头张大了嘴巴 想要打个喷嚏 老二直接给他敲晕了 还补了他两拳 真是爸爸的好儿子 慢慢的 小妹发现 这个上司真的开始吃素了 因为酷爱大头菜 还给他起名叫大头 并且老王头也没有编意 反而变得更年轻了 腰不酸了 腿不疼了 尿尿都有劲的 村里的老头们羡慕不已 纷纷拿着钱上门求咬 老王头眼睛都亮了 这就是伤疑啊 结果发现 大头竟然被老二偷走了 老二打算把大头 卖给医疗公司换钱 好在超速被警察发现了 警察发现车上的大头 感觉老二是个绑架犯 得到消息的老王头赶来 进门就大喊 谁抓了我儿子 老二一看 爸爸这是来救自己了呀 结果 大头被老王头一家带走了 一家人开启着自负自路 却发现 老大的媳妇为了安全体现 竟然拔掉了大头的牙 那没有了牙怎么咬人呢 老王头领机一动 给他换上了一副假牙 当天晚上 他们就开始了 反老幻童的业务 一下就赚够了一年的钱 村民们也变得生龙活虎 这个时候 老王头竟然卷钱跑了 去夏威夷旅游去了 老二呢 也再次打起了 卖掉大头的主意 好在被大嫂及时拦住 为了照顾大头的心情 小妹带着他出来善心 大头看着满地的大头菜 此时的他是幸福的 是满足的 两个人在菜地里 嬉笑打闹 互相追逐 大头推倒了大嫂人 也推倒了小妹 这个时候 老大一个飞梯 就给大头摔飞了 因为他减性 在一个上司片里 如果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那肯定是要咬人的 老王家的反老幻童书 很快就传遍了全球 大家纷纷拿着钱上门 大头开始再次被迫营业 他们家的生意越做越大 也把大头当中的家人 不仅送了他最新款的假牙 还带他理了发 现在看起来 就跟正常人一样了 但是老二还是不死心 他想卖掉大头换钱 为了保护大头 小妹决定把他放生 但是大头傻乎乎的 就站在原地 一栋没栋 结果还是被老二带走了 他买好了票 打算带着大头坐火车 没想到这个时候 那些被咬过的村民们 突然出现了异常 一瞬间整个村子就沦陷了 老王家也被上司包围了 小妹找到了二哥的 上司生存手势 一家人按照上面的指示 来了个全副武装 上司很快就攻上了二楼 他们顺着窗户爬到了房顶 就在这个时候 老二赶了回来 直接拿出赤花炮就开始进攻 上司没打地 加上差点包扎 一家人躲到了车里 大早又快省了 这个时候老二有个主意 穿上大头的衣服 假扮上司 用绳索连接门口的拖车 然后拽着房车逃跑 这个方法果然有效 计划非常成功 两个人成功上了拖车 但是没拿钥匙 慌乱之家还开了灯 直接也来了大批上司 小妹手持出手机 就要和上司决一死战 但是马上就后悔了 突然 一个身影人挡在她的面前 正是大头 加上的电路出现了问题 录音机自动播放音乐 上司们一听 直接带着蹦起了野滴 趁着这个机会 老大决定上楼去取车钥匙 只见她一个飞踢 就踢飞了一排上司 牛逼 老大是真的牛逼 最后在大头的掩护下 一家人从中逃脱了 大头点燃大火机 引发了爆炸 在半路上 老大突然变异了 她还是被上司咬到了 这个时候出去旅游的老王头回来了 她还没变异 车上的广播详细 大概的意思就是 如果被咬了之后还没事的 那就是有抗体 就是全村的希望 老王头开始了免费大型工艺行动 免费接种上司育苗 而大头 因为被上司压到了最下边 成功活了下来 并且被老王头治愈了 治愈的方法就非常简单 就是让老王头去咬上司 没想到 曾经吹下的牛逼 这么快就实现了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别轻易取下诺言 没准哪天就实现了呢 那么这期就到这了 别忘记关注 么么哒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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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